《毛泽东的哪几次举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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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就是他飞》 常留恋普通人的生活 采访时 坐在沙发上的李延桥 陷入了回忆之中 1955年 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访华 受到隆重的欢迎 苏加诺结束对华访问时 毛泽东亲自去机场送行 回来的路上 他不住地透过车窗向外面的街道张望 漠然说了声 尹乔 我们找个饭馆吃饭去 身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 毛泽东不得不长期地身居简出 生活十分单调 他往往不由自主地留恋 甚至羡慕普通人的生活 李延桥很理解 毛泽东想到外面找个饭馆 吃饭去的想法 他脑袋一转 现在朝鲜战争已经结束 国内形势非常安定 到处呈现太平景象 安全方面没有什么问题 同时 他也希望毛泽东能够轻松一下 便同意了 说 行吧 我带你到一家 吃西安羊肉泡馍去味道不错 我在哪儿吃过 当时还是清早 饭馆里没有客人 李延桥请大师傅 现做了羊肉泡馍端上桌 平时 毛泽东只爱吃猪肉 对牛羊肉都不大感兴趣 没想到 这次他吃得津津有味 格外舒畅 李延桥说 有时主席周围的同志 也需要对他的渴望做适度的让步 然而总体上是绝对不能由着他的 毕竟他是位特殊的人 稍有疏忽 就有可能出惊天动地的岔子 谁又敢担这个责任 1958年 毛泽东去天津南开大学市查校办工厂 他的到来 不施一声春雷 在南开大学的校园乍响 全校轰动起来 李延桥至今还记得 大家手掌拍马了 嗓子喊哑了 凡能力足的地方 都挤满了激动的人群 人民群众的狂热 使毛泽东无法离开南开大学一步 李延桥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上 他连忙同千金市警卫处处长李坎商量 调动随行的一辆华沙小轿车 请毛泽东上车 毛泽东的身材魁梧 平时根本办不进去 但这一时非必寻常 卫士们着急了 硬是将毛泽东连几带塞地推了进去 小车的前后左右由卫士 警卫 以及其他随行人员 一起保驾护航 终于突围出了校园 中午 毛泽东的情绪十分高昂 习去找个饭店吃饭 于是 一行人驱车到天津市和平区沈阳路的正阳春饭店吃烤鸭 毛泽东边吃边听取汇报 李延桥回忆说 主席素来吃饭不慢 别人还没吃完 他已经解决了战斗 之后 起身在二层的房间活动了几步 不料 被对面楼上的一个妇女认出 并脱口看了出来 于是 毛泽东在这里进餐的消息不静而走 这下可坏了 群众涌满了四周的街道 人们忘情 热情 激情地欢呼 毛主席万岁 毛泽东十分激动不安 他也要见见群众 可李延桥和卫士们 绝不允许他走出去 只同意他在窗口上与群众见面 于是 毛泽东先后六次推开窗户朝群众招手致意 人们见到毛泽东更是不愿意离去 气氛更为热烈 直到下午五点多了 警卫区派出一个 排的战士赶到 冲开一条路 把一辆华沙小轿车推进人群 抵到饭店门口 有了南开大学的先例 再冲出人群大家就有经验了 李延桥和卫士们前呼后拥地维护着毛泽东 再次将他挤进车内 警卫排站时和卫士开路的开路 推车的推车 护卫的护卫 硬是把车子推了出去 回忆起这场虚惊 李延桥有些后怕 那天的场面实在太沸腾了 扯坏了衣服 踩破了鞋的不算 据说事后清理现场 丢失的鞋帽 手表及钢笔等收了七筐多 因为拥挤 有人受了伤 事后 天津市公安局领导去慰问时 受伤的人说 为了能看到毛主席受点伤不算什么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